男生帥氣騎馬出場 讓捧著大把花束的女朋友好驚喜 完全沒想到的求婚橋段 讓女友感動落淚 男生單膝跪地拿出婚戒 成功娶回美嬌娘 兩人從高中就在一起 愛情長跑十二年 終於在白色情人節前夕修成正果 他去日本讀了一年書 然後我去當兵 當了一年 他在工作 然後其實他還要抽時間 來做這個活動 這樣做得很感動 你腳踩著 然後你放過來 求婚前郭先生還說 為了展現最帥氣的一面 這幾天平凡練習騎馬 跟馬匹培養感情 同時也透露 對於台中的愛情產業發展 相當期待 好像只有愛情長的感覺 對 就是投稿 然後徵選 然後最後獲勝 不只高雄愛河結合在地產業 推出愛情產業戀 台中同樣也強打愛情經濟 希望情侶透過花博浪漫求婚 帶動台中商機 未來的愛情產業 會如何發酵 讓人非常期待 記者韓志欣 徐祐祥 SNG小組 台中 參考報導